同学们大家好 喂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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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 听到 这个学员来了一部分啊 还有些学员还没到 因为我再等一会儿啊 大多数学员不喜欢听理论 光想实践 这是最大的错误 老师 三个小问题 等会再问 好 问题在后面问 你在这个前面讲理论的时候 不要提问题 在那个打牌的时候再问 那打牌的时候给你有什么疑问 我们打牌的时候解答 理论课完了以后再解答各种问题 老师 我这个问一下 就猪霸街是什么 我觉得老师会看你以前那个猪霸街是什么 到了路 到了位置 我会给你讲 你没有那个图形跟你讲的话很抽象 你到了位置你就知道 就光跟你们说 这个四大铁律也好 什么流浪之旅也好 什么嘎七也好 什么对称镜像 这个我跟你讲 只有到了那个图形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才会记忆深刻 那我们现在开始 不等了 那个今天讲这个百家乐的全局分析 百家乐呢 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专家 他认为百家乐是完全无规律的 他也认为这个百家乐的上一局和下一局 完全没有联系 实际上有没有联系呢 他确实有联系 是微妙的联系 这个微妙联系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这个赌场的牌 他并非随机的 不是随机洗出来的 他不是按照这个随机排序拿出来的牌 他而是按照什么 按照他们排出来 这个牌用 大数据 用电脑洗出来的牌 然后这个牌 它是一分牌形的 它在每个时段 放不同的牌形 你们打了久的人就知道 特别是老赌客 你在赌场里就知道 节假日的牌 的头一天和后两天的牌 完全不同 节假日 大的节假日 刚开始可能会放一点好牌 最后大杀四方 等到节假日要收尾了之后 可能会给 给一段时间好牌 就是所谓的好牌 就是大家通常认为的那种 啪啪莲 龙 非常有规律的牌 为什么他这样放呢 他第一个 他需要吸引人 第二个要大杀四方 他要赚钱 他通过大数据 分析我们每个赌客的打法 来进行一个大数统计 所有人的思想 和你打牌的方式 他给你记录下来 这回哪些牌型 大家容易输钱的牌型 他就放的比较多 在这种牌型上大杀四方 才放的比较多 他想吸引顾客的时候呢 他就是把那个牌型呢 放的比较容易赢钱的牌 放给大家 这个你们一定要相信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通过 这个 几十年的 这个东厂的数据分析和经验 发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包括出核 出六点 就包括你们美国 出台 出那个 叫什么 出那个 叫什么 Dragon 他都是在某一段时间有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 包括队子 他就在做什么 他就在做你那个人的一个 人的大脑会形成一个惯性思维 就比如说 现在给你出来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或者很多队子 很多人喜欢打队子 就拼命打拼命打 结果 前面打赢了 打到你大脑兴奋的时候 你一直打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等到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打都没有 那段时间 会把你前面赢的钱 全部打光 甚至把你的 那个 就什么 本金都打光 所以说 百家乐的这个 全球分析 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排行一出来 他会影响 就是整个的排行 他在 前面出来这一段 几乎在后面 他会达到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他的排行 都是这种排行 但是他在尾排 或者中途 他会突然变化 就是突然变化 就是让你 整理你措手不及 就比如说你打龙的 你打了打 他就变成跳了 你打跳的 你一直打跳 打得很开心 他直接下一条龙 有些人就反侃 你一直因为他的跳 就反侃 所以你们也看到 在赌场反龙 十几口 他还在反 这样的人他也有 我看到反龙 可以反到四十七口 反庄 有四十七口 在新加坡 因为他曾经反龙 他是赢到钱的 所以他就大脑 形成了一个思维 在今天这个堂课 前面我再来一个小插曲 因为我最近发现 我带的学生 有些学生的心态变了 变成什么了 就是带了一个学生 可能在近期 突然间 就是赢了 几天赢了十多万 十多万 十多万的这个 十多万的钱 十多万钱的 折合人民币 几十万人民币 然后整个心态就变了 就是喊不住 怎么说都不听 这个心态一变化 就出了大问题 我说你去赌场打盘 首先我们要准备多少筹码 我今天再给大家讲 你要想常打赢赌场 你的筹码的这个数量 要用多少 一千个 每次进赌场 要拿一千个 拿少了你去 可能能赢 但是我告诉你 从大数据来说 你一定是输的 迟早会输 所以你不带一千个 竹码 你不要去赌场 你去赌场是没有用的 最终你会输给赌场 这个心态变了 是因为你赢了大钱 什么叫赢了大钱呢 这个根据你个人的收入 因为这个学员的收入呢 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 突然能在赌场赢个十多万 你想想这种心态 突然就变了 就变成一种 最可怕的心态就是什么 病态 病态赌婆最可怕的 最终会让你轻家荡产 然后让你什么 让你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想思想要回归 你自己要判定 你是不是进入病态了 就是什么时候都想去赌场 什么活都不想干 工作不想干 家里面不想管 连自己的爱人都不想理了 这种情况就已经进入病态 太可怕了 我跟你们讲 所以大家一定要稳住 稳住 这是前面一个小插曲 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拳击分析 再进入拳击分析 讲拳击分析 因为这个牌呢 它出来有牌形 刚开始如果出来跳牌 你以跳牌去打 三到五列 以跳牌去打 一旦变路 要停牌 我们一局 每个牌局 我们已经就赢它那一段 不要想重头赢到尾 重头赢到尾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 但是它是毕竟是少数 所以我们做事情啊 以大数 就是以必然的 这个容易 做成的事情 我们去做 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做 哪种是不太容易的 冲头赢到尾 就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就从概率上来说 这种牌形比较少 非常少 在这个四大铁律 套这个 这个牌形手 如果套进去了 我们就打 一旦四大铁律 马上套进去 套不进去 变化了 我们就停 等一会儿再套 再套不进去 这个牌离开 你们也知道 有些牌 你无论怎么打 都打不赢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赌场做了局的牌 你怎么打 好像都还能赢 很难赢 你拿八 他拿个九 你拿个九 他就出盒 这种牌 转身离去 不要去死磕 赌场的牌 什么时候 他都会发牌 什么时候都有 分分秒秒 可以让你下注 就是不要去 去死磕 另一副牌 一定要记住 牌 他一定有牌形的 牌形不适合你打 就不打 适合你的 你才打 不适合你的 你打 你是吃亏的 这个百家乐的四大铁律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全局分析里面的四大铁律 四大铁律占比占得很高 你们看着这个黄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占比拖 占比拖 四大铁律是最主要的 其余的 都是叫什么 次要的 下三路呀 猪盘呀 还有数据呀 点数呀 这些都往后放 他占的比是很小的 所以说我们 打牌 以四大铁律一种 这个四大铁律 我还是再给大家讲一下 四大铁律 第一个 找旺门 装 旺 还是闲旺 跳旺 还是连旺 什么旺 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 然后再去跟下三路 猪盘 去对比 我们是否能找到多条件 多条件的时候 就是我们下注点 少条件 或者是反条件的时候 就是我们停牌的 虫 或者小注的 虫 不要说了下三路 把下三路当作主路打了 也不要 不要看着猪盘 把猪盘当作主路打了 这一系列 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 四大铁律 放在首位 再去找条件 条件符合了 这是我们 比较容易赢钱的地方 在赌博中 不管你什么方法 心态管理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旦你输钱的时候 输大钱的时候 这个钱是打错了 就是赢大钱的时候 以后会容易产生病态赌博 输大钱的时候 莫非定律围绕着你 也会产生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你走哪都赢不着钱 你走哪 那个牌 好像都跟你作对 这两点 你们非常要 要注意 每一个人 你如果想在这个行业中 成功 你把这两点 斗绝不了 你在这个行业 无法成功 赌博 是非常难 成功的一个行业 非常难 一万个人 甚至五万到十万个人 出不来一个 职业玩家 你们要知道 既然你们选择了 这个行业 你们 一定要 要把自己的心态 管理好 一旦心态出问题 我跟你讲 基本上就废了 一旦成为病态 马上离开赌场 自己 自己发现自己 要有病态赌博 离开赌场 赌这么久干嘛 有些人从早晨赌到晚上 读久了 你输钱的概率 读得越久 输钱的概率越高 第一个抽水 第二个是什么 你大脑一击不起作用了 赌场的牌子 机械在发 你大脑能跟上吗 他一会儿给你长牌 给你一段时间 你打得正开心 直接变成短牌 乱跳 乱跳 你在那打了打 还要打 把钱打光了 打光了 做了那 出来一副好牌 一看牌又好了 赶快去取钱 钱一取来 抽马一换 牌又烂了 这就是为啥在赌场 赌久了的人 你赢不到钱 在赌场 你就短时间去赌 赌场 我们进赌场的时间 二十分钟 就二十分钟 银钱就能按三十分钟 一定不能让赌场的这个排行把大家套路了 包括赌场 包括这个网络上 你们也发现 这个网络上 他也同样出现 在某一时段 某一时段 他是长牌 那他就长的 在某一段时间 他是短牌 他就短的 某一段时间是乱跳的 牌他就乱跳 那一段时间 所以说 第一 要等待 赢大钱以后 一定一定要小心 我已经发现 我的学生里面 已经出现这个情况 我再次讲一下 你们只要在赌场 不管用哪种方法 赢了大钱以后 一定要停下来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 两堂课 两堂课在一起讲 等一会 我们就进入 那个实际的操作 继续讲 第九课 我们讲这个 奇亚定律 这个律又错了 奇亚定律 什么是奇亚定律 奇亚定律是 投资学里面的 一个 一个收益率的经历 奇亚定律讲的是什么 奇亚定律 我们应用在 在这个 赌博上面 非常的好 奇亚定律 就是我们的收益率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赌值的 翻翻的次数 就是 用七杀次 如果按 百分之一的话 他七杀次 可以翻一翻 七杀次 翻一翻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 我拿一万块钱 去赌场 我每天 我每天 赢 赢 百分之一 就是一百块钱 经过七十二天 我就可以 一万块钱 变成两万块钱 如果每天 一百分之三 就是来 完成三次 那我经过 一个半月 我就可以 达到 这个 打错了 一个半月 就可以翻倍 如果是百分之十 我们七点二天 就是八天 就翻倍 你不要小看 这个七杀定律 不要小看 这个百分之一 这个百分之一的 收益率非常厉害 就是百分之一 我们说 在赌场 我们完成 每次完成百分之十 都不是非常容易 但是完成百分之一 我们是比较容易的 长期做的百分之一 容易不容易 其实很难 难在哪里 难的还是你的心态管理 很多人赢到百分之一了 不走 赢到百分之十了 不走 赢到百分之五十 也不走 最后啊 连本金都输光 太多了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这就是啥 心态管理不好 贪心所致 你越贪 越没有 我给你们给一个 可怕的表 让你们看一下 给一个可怕的数据 你们如果把这个 看懂了 我先给你们 给你们一个 让你们不可相信 让你们觉得 就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先给你们 用一万块钱 经过十四个月 可以完成一百万 十四个月 可以完成百万的 东本累计 仅仅百分之一哦 一次 你们不相信 来我给你们计算 我拿数据给你们计算 一万块钱 第一天赢一百 第二天赢一百零一 第三天赢一百零二 我们看看 经过七十二次天 七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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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到多少 变成两万了 第七十二次 我们才一天赢多少 才赢两百 我们资金已经达到 翻番了 这个就是七二定律 好 我们资金翻番 我们再说两万打 我们到了 三个月 我们按照三个月算吧 三个月以后 一天 这个 一天打 百分之一 三个月之后 九十 九十次 三三九吗 九十次 我们中途还有休息 或者是还有其他事 我们说职业赌头 我们打九十次 有十八次 我们不打 好 我们资金翻了两万 我们充两万 我一天要赢两百 你看到没有 两百 第二天变成什么 两万 零两百 第三天变成两万 零四百 你不加起来吗 昨天的钱加起来 零二块 好 我们再做七十二次 开始多少 变成四万了 好 四万以后再过 从第六个月开始 六个月以后开始 我们打多少 我们从四万开始 本金已经有四万了 四万 我们一天赢四百 第一天四百 第二天四百零四 第三天 我们赢四百零八 我们继续往下 我们再来 七十二次 我们变成多少 八万 八万的这一天 我们是赢多少 一天赢八百 八万的本 三次赢八百 八百 你们拿八万 在赢八百 你愿意走吗 如果你不愿意走 最终可能还会掉进去 好 到九个月以后 我们八万起步 我们再看 七十二次 我们又翻一番 十六万 到了第十二个月 再加三个月 我们是 是不是从十六万开始打呀 十六万开始打 一天赢多少 一天只赢一千六 十六万 一天只赢一千六 我们看看 第七十二次是多少 三十二万 在三十二万的一天 我们用三十二万 去打多少 去赢三千二 这是最低标准 到了第十四个月 我们读本 已经达到了三十二万 三十二万 每天赢三千二 第二天 变成三十二万 零三百 每天赢百分之一 再增加百分之一 每天按照读本 再增加 所以我的这个 读本再增加 我的收益呢 按照百分比 我没有增加 但是钱是多了 因为读本增加了嘛 增加了三千多了嘛 好 我们再经过七十二次 变成到六十四万 我们来加一下 两万 这是一万加两万 这是两万加四万 加八万 加十六万 加三十二万 到了第十七个月 我们读本已经达到一百二十六万 这个富力 七二定律的富力 在投资学中 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如果大家把它用好了 我们就能走出这个赌博的困境 如果我们还是有那种非常贪的那种贪心 你永远走不出来 你永远在水下 那七二定律 很多人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赢多呢 当然可以赢多啊 但有没有掉的时候 也有 但是我们赢多的可能性很多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住本金 在赌场 你赢到百分之一以后 我们不可能准准百分之一嘛 肯定会超过它 超过它部分 我就锁定 把这百分之一锁定 每天锁定百分之一 锁定 每次或者每天 你一天要打三次 我就每次锁定百分之一 我拿一万块 我赢到一百了 一百了 超过一百部分 我再打一会儿 如果再赢了 我继续赢 他只要赢我就赢 我不一定非要百分之一 我有可能赢百分之一 有可能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一旦掉钱的时候 我至少 我把赢的钱和本金 百分之一要带走 前段时间有个学员 带这个其他学员一起去打 每天赢了八九 八九千到一万多都不走 到了晚上 吃完饭再去打 会把那个钱掉光 一万啊 总共才带了几万块钱 赢了一万 不走 每次都赢到 都不走 掉光 最近有一个学员 让他去打 我给他讲怎么去打 我讲老师 我怎么打才能赢到钱 我给他讲了以后 带了一千块钱去 每天上午赢一千 又一千赢了一千 到晚上输光 然后第二天 每次给我报喜 老师我昨天赢了九百 但老师我今天又赢了一千 到了昨天我才知道 每天晚上去的全部给掉光 你就不能保住五百吗 你掉的时候 你就不能转头走吧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已经到了病态 什么都不想干了 我说你该上班 你上班 老师我现在没钱了 我说你该上班 上班 然后去赌场 每天花那个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你带一千块钱 你去赢个几百块钱就走 干嘛非要去 想把那一千块钱 报警啊 就我听另外的学员说 他前面赢了大钱 说的他计划 计划几天赢五十万 五十万相当多少钱 两百多万人民币 说他急需要两百多万人民币 要回国了 你可想而知 这种已经到了病态 如果你再不改变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太危险了 所以说如果要在赌博中 要在这个上面有所成就 真的要脱胎换骨 把你所有的这种贪欲 全部忘掉 我去赌场 我打多久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因为我最近非常的忙 你们知道我曾经去赌场 我开车去三个多小时 因为大赌场把我禁了 我只能去那个非常小赌场 就离我这比较远 我开三个多小时 就是我早晨开车去 晚上回来 我在赌场打多久 打二十分钟就走了 我开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车 只打二十分钟 你们谁能做到 你做到了 你才能在这个行业成功 你做不到这样 你不成功 还有些学员说的 我住酒店 一会儿就想下去 一会儿就想下去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好不容易来了 你好不容易来 游我好不容易去吗 我开六个小时车 打二十分钟就走 我赌五千块钱 一万块钱我就走 甚至我赌两千块钱 我都走 所以说 如果我们的贪欲心 取不掉 我们去赌场 没有平和的心态 你永远赢不到钱 西亚定律非常重要 你们把这个 负利的定律 用在赌博上面 真的 应用好了 你们才能走出 这个赌博的这个深渊 这个水坑非常难烫 烫过去了 就趁人了 烫不过去 真的会让大家 非常非常的艰难 会让你辛辛苦苦 几十年一夜 回到解放前 我们还把心进不下来 有些学员学了将近一年了 还进不下来 去赌场不管赢多少钱 都带不走 学员说的 老师我没啥 每次都赢钱 每次都带不走 你一定要记住 我本钱必须带走 赢到钱把本钱直接就 你只要赢了钱了 把本钱什么 拿掉 要么你就存马 就拿赢的部分 再打一会儿 手机不好 走了 我本金在 我赢到的那个100还在 明白了吧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我已经苦口 抛心了 所以说 在这个上面呢 需要训练 真的需要训练自己 要把自己的一些坏习惯 全部改掉 就是做到赌场 不走的一个习惯 死磕的习惯 赢到大钱 还想更大钱的习惯 这种习惯 全部都 都抛弃 最后你才能实现 一个职业赌徒的梦想 在赌博这个行业 你要成功 你做任何事情 都能成功 非常艰难 几万个人 那边出不来一个 那 如果你赌本多的话 你要用十万去打 你想想 你一年多 按照理论来说 可以完成一千多万 但是实际上做不到 因为很多赌场 它分顶很高 就是你真正赢到那些钱 你也不舍不到 用那个钱去做赌本 所以我们在赌场 打牌的时候 第一个记住 时间越短越好 你的大脑 不会形成一种惯性思维 第二个 我们的盈利目标 越低越容易实现 越高越难 这个目标 你看得见呀 我赢一百块钱 太容易了 但是你要用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 每次都赢一万块钱 真的比冬天都难 偶尔会实现 一万块钱 赢几万块钱 甚至几十万都有 也有赢一百多万的 这些你们老赌客 可能很多人 都曾经经历过 拿了一万块钱 几千块钱 去赌场 干了一天 一到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最不能让人承受的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赌客 拿了五万块钱去赌场 赢了一百多万 结果那一天 把一百多万给输光了 就是赢来的钱给输光 当天 赢了一百多万给输光了 输光了 自己无法接受现实 从楼上跳下来了 他已经形成了病态 为什么 因为他 他 他在他的脑海中 我输了一百万 实际上他只输了五万 仅仅输了五万 这就是啥 这就是人无法保持平衡 心态平衡 心态不平衡 你永远走不出这个阴影 要学会平衡心态 我们在这个赌的这个过程中 你们可以想想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做传统生意 既然有钱去赌 肯定是做传统生意的 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们想想你做传统生意 有一百万的投资 比如说投资一个餐厅 在澳洲差不多 至少个五十万吧 才能投资一个小餐厅 五十到一百万 五十到一百万投资一个餐厅 你一年能收益多少 能收益二十万吗 已经不错了 二三十万的收益 一百万一年收益二三十万 你想想一天是多少 一天的利润才多少 两万块 一百万两万块 你在赌场用一百万去赢两万块 你愿意吗 如果你不愿意 就说明你会失败 如果你愿意 你就会成功 你就拿一百万 在赌场去赢一万 你都成功了 两年里的资金就翻翻了 不要两年 三个月就变成两百万 一天百分之一 筹码 我再给大家说 没有一千个筹码 你去赌场 辞账会掉下去 有一千个筹码 你如果不管你好 马上就掉下去 所以这是个双刃剑 你一定要锁定 你的我们的赌资 和我们每手的下注量 是怎么下的 我们输到多少时候要停 这都是一下 都是有一个完全的计划 如果你没有这个计划 非常艰难 你控制不住心态 你输了一万想打两万 输了两万直接打四万 输了四万打八万 你一百万招不住几下 就干掉了 你千个马招不住 就还干掉了 我看到有一个 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讲这个 百家乐的 所谓的老师 他说他准备多少个筑码 打十块钱的 每次加十块钱 准备十九万 十块钱准备十九万 但是他这个想法 有没有道理呢 我告诉你 从理论上说 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实际上 不现实的 你用十 就是你用十九万 每次加十块钱去打 你叫什么 杯水车薪 你不知道什么钱 但是也输不了什么钱 一个月收益很少 这个下定例 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 你们平时怎么打的 你们平时输钱在哪里 这两节课的理论课呢 我就讲到这里 刚才有学员有这个问题 可以提了 我们等一下 我把那个软件打开 能看到这个排行吗 可以看到了 这个出来以后 你看走四大铁律 这个四大铁律 我们出来两三个以后就出现什么 就看到了 这个属于跳牌 它属于跳牌 一个跳也是跳 两个跳也是跳 两个跳得多 看到吗 两个跳得多 就是我们就 两颗它也按跳算 按跳打 按跳打 键三个我们就停 键三个就停 你看一个跳是跳 两个跳是跳 你打这个 这个出来这个桩 你一看到 键装打弦 我们就是只有两颗弦 出桩打一口 弦中了 中了再打一颗 桩中了 再打一颗弦输了 再打一颗弦 赢了 再打一颗桩中了 再打一颗弦中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两手牌 就是两手牌的点数 都一样的话 然后会影响 下一手的时候 就下一手容易跳 然后这个点数一样 是装看装弦探弦 是两手牌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补牌方式 这个是从大数据 我们在大数据 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比如说 它这个牌子 第一手 我们它会发一个 比如说 它第一手发到弦上 发了个八点 第二手会放在装上 装出了个六 第三手又放在弦上 第三个牌 第三个牌 放在牌上是 是一 第四个放在装上 是零 假如说这个牌 这个牌是弦是九点 对不对 装是六点 对 如果一八出现两次 出现两次 这边不管它 打发是七零 这两次 是不是都是先赢 对 而且它这两个次的 排序要一样 八一和一八不一样 明白没有 一八的排序 就是排序都要一样 排序都要一样 下一手 它反跳的概率就高 装上跳的概率就高 对 如果在装上一样的 如果出现三次的话 更高 明白吧 老师 明白 如果颠倒 这个我们从这个大树 装是一八一八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反跳 叫反跳 这个顺序 顺序一定要对上 顺序就排序 你要对上 它那个先后 不是只是看点数 不是说 前是九点 下手是九点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你下手两次九点的话 我们打鞋的概率就高 但是强势排 它那个排序都得一样 排序 这个这块 对 但是八和九呢 大部分情况 它还不会跳 最容易跳的是五六 就是一个五一个六 下次又是一个五一个六 五六二三三四 就是那种小排 它两个排序完全一样的 在一个位置 或者是交叉的形式 它也会出现 这个概率是 我们是从 这个大数据 这百亿学里面发现的 它是高于 大概高于百分之七点六 这是最高的一个 好 还有一个就是猪八戒 猪八戒是 不知道 猪八戒是 啪啪连的第二颗 可以重打 就是中间这一戒 中间这一戒 好 在这时候 刚好这个路来了 全局风新 全局风新 从我们开始打的时候 它是个跳牌 突然变化了 就要小心了 突然变化 它又回来了 回来我们继续打跳 一个跳是跳 两个跳是跳 接二打跳 看到没有 接二打跳 已经出现三个 等待 在这个排行 超过 十列以后 它都是一颗两颗 就是这个要讲到 这个排值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密集度 密集度 密集度怎么算 密集度 我们用大脑就是 看一下就知道 这个牌一看 平均每一列 不到两个半 不会 没有大于两个吧 平均每一列 我称之为什么 长跳 这个属于长跳的牌 长跳牌以后 出现三个 你拉拢 取 静 静 静